行驶中的兰保杰尼跑车早前因为发生车祸后起火燃烧 结果司机受困车内活活烧死 原来他当时是和另外6名朋友开超跑 准备到彭亨州文东赐榴莲 结果跑车失控创向防护栏 最终被夹毙葬身火海 这起车祸于6月30号早上在加勒大道吉伦波网文东方向的路段发生 死者是现年62岁的拿督范瑞人 至于在车祸时被入人及时救出的女乘客 双手被烧伤 肺部出现积水 需要依靠呼吸器 死者二女儿指出父亲四在一年多前 以大约100万令吉买下这辆兰保杰尼超跑 他说他最小的弟弟在多年前也同样死于车祸 最终与家人阴阳相隔